Carpy配合队友拉到左线来 现在整个输出位置其实飞上中和队拉得很好 但是Pan这边 是在Carpy飞天的时候 又是一枪 今天Pan的手感感觉很不错 单狙打双狙 直接把对方的双狙狙爆 狂鼠面对着双狙 还有路霸这样的组合 他是打到快有一个炸弹轮胎了 这一枪 秀 Carpy还一 对 马上还一颜色 看一下 那么现在去掉对面一个人的情况下 Liberal血量很危险 轮胎拉起来了 翻山越岭找到你 找后排 看一下 天使这个位置 炸掉了Carpy 但是瞬间过来拉 Pan的拉起Carpy Jonathan也是倒地的 现在是个六打四的状况 是的 放了一条龙 正面战场的话 是费城融合队这边大获全胜 是超充能器甲龙 伤害很高的一条龙 穿出来 稍微规避了一下伤害 然后美可这个核爆直接击杀掉了后排 来看一下我们上一波的一个精彩回放 嗨 核爆稍微压了一下位置 然后呼啊 哇 好的来看一下换了放狗之后 这边温斯顿压力非常大 被搬葬射了一套风暴剑 龙穿出来 穿死了Carpy的裂空 这是没想到的 看一下 李波罗这边 其实给前排的压力还算不错 这几件有点可惜 Bombox这个时候击杀了Mano 那正面战场有点扛不住了 竹坛倒地 哇 判从一个侧翼 狙掉了Neptuno 唯一的 唯二的辅助 Bombox缠下塔成为场上唯一的辅助 好的 这边配合队友又是把一个前排的温斯顿 以及机甲给带走 是的 这个时候双狗居然还在发挥 Jonak收掉了Bombox 但是Carpy Carpy击杀判 又击杀Jonak 这个刀 刚拔出来就被李波罗一枪射掉 我李波罗这个水准还是有的 但是现在费城队人员的一个反场车子是可以持续往前推进 Carpy这边有点无法无天 Carpy这波团杀了四个了 五个 看一下派的一个位置还是站在比较正面的 李波罗这边是绕到了右面的侧翼 一轮风暴剑没有射掉人 反倒是盼开胡了 是 好的 这一波拉过来是直接把Bombox给带走 哇 这个 树叶从中瞄人凤 这个都能看到吗 对 纽约这辈子是抢占了前脸的高台 然后Michael一人推车 走爆投出来炸到Bombox一定的血量 Jonak是杀掉了Saddle 这波很有机会一路平推到到达C点 要手 狗狗先下来的技嘉血线很低 直接就被拆掉了 这个时候反手开出击飞狗跳 Bombox自己站在高台推人 Carpy有射掉Liberal 但是正面战场扛不住了 还是带掉了这边的EQO 那么现在场上只剩下一个Saddle 问题不大 Bombox被收掉 Naptono也被收掉 只剩Saddle 再被击杀 准备 是EQO先穿了这条路 是李波罗 两个人都是看龙了 一钟的龙是不是被吸了 对 没有看到一个动画效果 然后正面战场 EQO这边刚被拉起来 那EQO这边其实自己失误还蛮大的 但是Carpy又剧掉了Mano Mano被拉起来 纽约这边还是人数优势 而且派这边已经绕到 后面的一个高台位置了 配合队友在打一波包夹的击杀 Liberal 26点血 感觉今天EQO的伴藏 没有他之前比赛那么亮眼 也包括费城队打出的几波 比较精彩的一个操作 也是Carpy的发挥更好一些 今天 是的 EQO目前 其实这种情况下 哇 潘又是背身 剧掉了Carpy 是 Big Boss 悄悄走过来 看到了 瞄头 瞄头 前后跳跃 EQO这个左右 哦 看这个左右横跳的实在剧不到 剧另一个算了 好的 现在人数上面我们看一下 Neptuno开了一个女武器 强行拉了一下 哇 Neptuno这个拉很关键 是 万军从中强行拉起了自己的主坛 是的 给了一条龙 现在车边兑换如果 非诚如何队的坦克能站住的话 其实就已经稳了 是 看一下这一波团战 然后爸的一个 加利亚能量非常高 100的一个能量 而且快打出大招了 哇 以前有大招 直接希希了 三个 后续的一个伤害 好像没有 希希的还不错 而Jonak这边是给了一个胜 然后龙反穿过来 来 拼到躲一下 哎 哎 隆重做自己 是的 哎 这一波反打 纽约队打得非常漂亮 是的 关键点是刚刚那个希希 伤害后来没有打出来 Jonak开出了一个胜 Jonak胜的速度太快了 是的 现在怎么补伤害了 对 聚合射线 先交 先手 Neptuno这边是已经阵亡了 我们看一下Liberal和Pin 完全没有人管 好的 看一下这边 反手四个 全部倒在地上 哇 Jonak这边排了四个 萨道和Pin应该还在玩 正面战场是五打五 你派一个人去铲住Carpy的一个黑白盒 你其他的人 直接带走 你其他人在碟里面输出 这波打不足 打不足 打纽约的这个双坛阵容 但是点是被偷了 Karpy这波杀了三个了 自己还没死 这波本来想说EQO这个黑白盒 其实放那个技能 回来弹幕的位置不太好 对 但Karpy疯狂地正面伤害的话 纽约这边坦度有点太强了 直接给到了一个季节号令 而且这应该是快要到最后一波了 阴障也是给到 这波纽约交了双幅的大招 Karpy这样的情况下 还是击杀了盼非常不容易 又把李波罗这里给击杀掉了 Karpy又开始了 好棒 EQO的凡老之鹰 能不能造成一些关键的击杀 轰击扎力啊 血量很危险轰掉了 不错 是的 双杀 EQO这边火箭弹幕 看看想怎么利用 应该是想大友约这边的后排 找机会来了 杀掉了天使 盼也是被Karpy拘掉 那这波手下来了 是 而且这波手下来之后看一下 下一波的能量状况的话 费城这边有双炸弹 核爆加上边双炸弹 投了 核爆 没办法投不掉 害你的钩子 他刚刚太想去击杀天上的单位了 Oliber空战击杀了EQO 这波有机会手下来啊 而且手上还捏有一个火箭弹幕 准备轰击吗 看到有EVA在 不太行 对 还是换掉了一个saddle Napunno又掏枪了 疯狂的在打谁 Napunno我看到你了 好像是在打Anamo 但是Anamo又是利用自己的走位逃开了 是的 Pi出现了 把对面的一个双奶整整齐齐的给击杀掉 哇 三个 三个 没给到他的视角 但是就看到右上角的一个刷屏 Janus开启原始暴动 但是Karpy 玩意颜色 但没有了 还是被Pi这边给制裁掉了 Big Boss 这波杀掉四人 但是Anamo这个时候倒地了 那没有奶了 是的 站点比费城这边也来到77了 空战 空战 李波罗半血 完蛋 这怎么办 现在两边都是缺少一个法老金的情况 Michael投出了自己的核爆 但是没有炸死人 Napunno是先手了 女武神开启 Anamo也是开启 Pi 没了 好 有可能能拉 Anamo有女武神的 是 这个贴到 炸到了双坛 Anamo 点里面 就开启了一个圣 反手 Bong Box也给到圣 点位是 拿回来了一下 但李波罗这个地方被好摆 点 差一点 撒到最后时刻才到 不是的差一点点 我眼看着那个点就没有了 但是自己的后排 Napunno和Bong Box 在这个时候双双倒地 是 完全断补的状态 撒到还能撑多久 99的时候被击杀 没有原始暴怒 是 这边的话 Johnak的一个位置 打得很舒服 是成功的把点拿下 赢得了这张地图的一个胜利 那么纽约九霄天晴 就搬回了一分 谢谢大家